你能不能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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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贏得到 你能贏得到 应该总共赢过 应该有21或22场 职业的赛事 然后最大的应该是 2012年LPGA的锦标赛 这是一场大满贯 然后其他的话 美群的冠军还有包括 2017年蓝湾大师赛的冠军 就是在我们 中国三亚举办的 然后也是 就是赢了这场比赛 我才登顶世界第一 我是高尔夫球选手 冯珊珊 其实因为我是在 18岁那一年 就是08年 就是第一年上了LPGA 当时就是其实 真的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就是我可以 就是成功 所以在那个之后的话 其实我自己是不断地在追求 就是更好的自己 然后在改进自己的缺点 所以像两年前 我就是跟这个 世界前三的球员 其实他们当时都比我小 可能接近有10岁吧 那可能有的 有的人就会觉得 哎呀那他们 才是小朋友嘛 那没有必要跟他们学习 但对我来讲不是的 他们当时就是打得比我好 所以我应该 从他们身上去学习 所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 可能才是我可以就是一路 越来越进步的原因吧 对 其实我觉得 偶尔的这个自卑感 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然后包括 如果拿我自己本身来举例子 那可能作为球员的话 我在技术上 可能会有 就是比不上别人的地方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那可能其实像我的话 就属于稍微有一点胖嘛 那我觉得这些 不会让我去感到自卑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 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是我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然后我觉得 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过得很愉快 我是觉得说这个 就是外界的东西 我觉得不要再去在乎 关键要想清楚 就是未来你想要 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是爸爸从小跟我说 一定要保持平常心 所以在小的时候 不管是读书 还是打球 还是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都不会去强球 其实首先就是 因为我平常是在国外 打比赛比较多嘛 在中国本土 其实打比赛比较少 那在国外打比赛的时候 当然是支持其他球手的 这个观众 会比支持我的多嘛 这个我非常可以理解 然后就是偶尔 就是我回到国内 中国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比较少有的 就是大部分的观众 都是支持我的嘛 对 那个应该 我印象中是13年嘛 就是我们在北京 打的一场LPGA比赛 然后当时就是 我跟另外来自美国的 一个选手 就是在同一组 最后一组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领先其他选手很多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 争冠军 但是当时呢 其实在美国选手 推最后一竿的时候 的确就是他们有推进 然后我们中国的观众 因为当时都支持我啊 所以可能当时就是 可能有影响到他一点点 所以当时我是有 试图的就是举手 想让这些观众 可以就是安静下来 这样子 我都会说所有的东西 我就尽我自己 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然后如果这个是我的 它就是我的 然后不是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还有下次的机会 然后下次再去努力的 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再去争取 我觉得这个是体育精神 然后感到就是非常的 当时非常兴奋 因为其实能成为世界第一 是我去年给自己 定的一个目标 但是成了世界第一 没有办法 每一场比赛 都有很多的媒体 都会来提醒你 你现在是世界第一 那如果这个另外哪个球员 这个星期打第几 或赢比赛会怎么样 它就会超过你 成为新的世界第一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 当然是会有这样的压力 所以当时的确压力是会有的 然后但是从这个世界第一 就是下来了以后 说实话 其实我反而觉得 就是心里的话是比较放松 因为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是追逐别人的 而不是说让别人来追逐我 对然后想让自己看看怎么样 可以再回复到更好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往逼一再重 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可能大家 可能不要太去在意 是不是第一 但我觉得起码 在自己的 这个能做到的范围内 我觉得要做到最好 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去控制别人做的怎么样 我们只能控制自己做的 好 好 所以 感谢观看